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基隆港开放磐石军舰 敌化军舰及成功军舰等三艘舰艇 周末在基隆港开放参观 吸引了爆满的民众 海军113年敦目远航训练支队 这次那边磐石军舰 敌化军舰以及成功军舰等三艘舰艇 3月16号以及17号两天 在基隆港开放参观 第一天就吸引爆满的民众排队参观 海军也特别的规划 督目支队实施环岛航行训练 藉由开放参观 表演 联谊等活动 让国人广泛的认识海军 了解海军 而支持海军 在现今民主开放的社会中 现代化的国防就必须与民众结合 国家的总体战力才可以发挥 包括基隆市长谢国良 基隆市议会议长佟子委 副议长杨秀玉和基隆市议员以及基隆港务分公司等 贵宾们都受邀欢礼 并且对海军士官兵致敬 更希望国乐们一起支持国军 本人请代表基隆市民热烈欢迎113年敦目远航训练支队的到访 今年海军供纳磐石舰军舰 敌化军舰及成功军舰 共同组成今年的敦目远航训练支队 巡回各大港口 国防安全需要国人关怀与支持 海军主要任务以及维持台海安全 需要对外航运畅通为目的 平时咨询台海增防以及外岛运补及护航任务 并世界资源各重大灾害防救工作 感谢国军有效地来保卫我们台湾的民众 也祝所有的官兵平安圆满顺利 并且在昨天我们除了基隆市以外 也跟全国十多个县市的县市长 大家共同聚会讨论国政 我想我们对于社会的安全网 对于我们的食安 以及对于我们的治安跟打击诈骗 我们都有一致的共识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地跟中央政府合作 落实各项工作 再次感谢我们所有的国军弟兄看到你们非常精神斗手的一个仪态 深深地为中华民国国军而骄傲 我们是一位向海军至上最大的欢迎 还有向保卫海疆的官兵们至上最崇高的敬意 还有完全没有上线的支持 军民心国家强国防无庸 我们海军敦目的两天骑程 但对海军的支持还有理解 是我们每一位国民还有每一位基隆人 每一天都可以做到的国防工作 最近台湾的海防并不平静 我们面对不同面上的灰色地带骚扰 还有内部的劣劣 许多时刻都是国军停身而出 为我们的安居负重的前行 我们都知道战争的成败在于新战 抵抗意志的坚定与否 人民是否对国军的支持 影响国家安全圣神 基隆是海防的重镇 北方海疆的门户 身为负责任的民意代表 我想我们大家一定要做国军海军的吼顿 支持国防产业的发展 带头捍卫国家的主权 军民一心军民合一 才能创造尊严台湾 而面对基隆的发展来说 我们也要再次代表这种市民 再向海军之上感谢还有祝福 因为我们一起完成基隆市的四港再生大计 如今基隆港军港席签的工程已经几近完工 这是国防备战城市发展的双赢 是基隆还有国军吸手荣耀这座城市的默契 还有骄傲 在海军人员引导下 民众也到军舰上面参观 了解海军现役武器装备 国家先进科技以及台湾精品 国防自主人文艺术和观光发展等成果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再代言来关心这个基隆市议会临时会期间 针对青年电动机车专案 许多议员反映 民众口量资费太贵 或者是没有救机车 期盼是否能够将申请条件放宽 因此基隆市政府特别召开记者会 说明最新的放宽条件 从3月29号开始申请 记者会现场基隆市环保局长马仲豪 特别说明 针对议会对工艺电动机车方案的建议 市府从善如流 希望做好基隆近零碳排 并回应民意 把市民的福祉放在第一优先 这次条件放宽的专案 堪称全台力道最大 最优惠的补助方案 减轻年轻人的负担更有感 我们非常谢谢这次基隆市议会 不分党派的议员 对于工艺性的电动机车计划的关心 那我们也在3月29号 会有一个全新的方案出炉 也非常谢谢议会在这一次议会期间 针对我们的月资费 还有相关的门槛 都许多的民众 也都透过议员表达 希望能够尽可能的放宽 所以在3月29号之后 我们会有这个具体的放宽的相关的计划 首先呢我们目前的六个资费方案 我们会全面调降 同时呢我们还特别提出了两种资费方案 是直接降到零元 换句话说民众除了车体本身就已经免费之外 他如果选择这个零元的月资费方案 未来他的月资费也都不用再付钱 同时呢为了鼓励太旧换新 我们也希望民众 这个能够泰换他家里的老旧燃油机车 如果他愿意提供的话 环保局会额外再补助1万块的 这一个补助金 那同时呢这一次我们也放宽了相关的申请年龄 这次议会也都很多都提到了这个部分 我们的申请年龄 在基隆市的市民会从20岁到45岁 都是可以申请的年纪范围 所以呢也请大家符合相关资格的申请人 能够在3月29号以后 尽快来申请加入我们基隆市电动机车的行列 这次也邀请到出生于基隆八斗子 粉丝超过55万人的新生代KOL许悦 担任活动代言人 他觉得这次的放宽条件相当有感 对我个人就觉得呢真是非常的幸运 基隆的孩子们非常的幸运 因为在其他的县市都没有这样子的优惠 所以呢我觉得基隆的孩子们一定要赶快去申请 就是因为很多人都会骑机车上学啊 或者是就到各个县市去旅行之类的 那基隆市推出了这个方案 真的非常适合年轻学子们 基隆市环保局长马仲豪也特别强调 很多年轻人反映没有旧车可以态换 因此这次也放宽了这个部分 我们在过去的计划 我们有一个条件是 大家要提供一辆这个老旧的燃油机车 在3月29号之后 无论您家里有没有燃油机车 您都可以来申请电动机车相关的补助方案 但是如果您家里面有一辆燃油机车 是可以太旧换新的 那环保局会额外再补助1万块的太旧奖励金 如果民众想要知道最新的公益青年电动机车补助详情 可以洽询环保局的服务专线 记者黄润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2024大选过后 北台四线市合作交流平台再度召开 台北市长蒋文安提出儿童保护7加1政策 获得金融市长谢国梁 桃园市长张善震 及新北市长侯友宜 共同支持 期盼地方与中央一起携手努力 消补社会安全网 邀请四位市长 我们共同拿着凝聚特色的立歌 看一下我们前方的摄影师 会议前台北市长脚湾新北市长侯友宜 金融市长谢国梁 及桃园市长张善震护镇办手礼 历经一年的时间 基北北桃市县市合作交流平台再度召开 今年以气候变迁及调试为主题 设定八项合作方案 轮值主办的台北市长蒋文安说明相关合作成果 值得一提在交通组 我们有简单存折 这边也要非常谢谢我们四县市的交通局 决定公司大家共同开会讨论 所以届时我们四县市会在4月1号开始正式串接 台北市我们去年下半年开始实施上路之后 得到的反应跟成果非常好 所以我们希望把它扩大到四县市 刚好结合去年一二年交通月票的相关运聚 所以我们希望未来像台北市我们结合悠悠妇 然后一打开只要搭乘捷运公车 使用U-bike累积点累积里程数 就可以换算你累积减碳的这个数量 所以这些我认为都是跟市民朋友息息相关 而且能够确实达到我们对气候变迁之后相关因应及调试 就是希望逐步的达到2050静岭摊牌的目标 另外今天的消防组我们也特别针对跨县市 潜市灾害的通报机制 我想之前不管是大火荣烟飘至台北市 我们即刻的改善SOP建立了更完善的机制 配合静岭排探的会议主题 基隆市长谢国良也宣布最新的基隆电动机车方案 将扩大适用对象并增加补助额度 基隆市为了推动电动机车的使用率 促进进零碳排的转型 我们宣布从3月29号起 基隆市政府加码补助电动机车方案 不仅让青年朋友免费的把电动机车骑回家 更祭出月资费最低只要0元 太旧换新更可以领取1万元的奖励金 机车是我们台湾民众最习惯也是最熟悉的运具 当然为了要达成静岭碳排的生活方式 在大众绿色交通的建制上 我们也会努力的来加速 让基隆市可以成为静岭碳排的典范 桃园市长张善政则肯定 既被北桃市县市合作交流平台的做法 他也以桃园市政府运用人工智慧数位治理 解决工地扬成的创新做法 透过平台将让政策效果加成 在这个大规模工地 大风吹过来阳城很严重的时候 我们可不可以用人工智慧的方式来进行杀水 我们用这个空气的侦测和影像侦测 在第三行下就做了一个自动杀水 如果说阳城比较严重的时候 自动杀水 阳城马上就会被压抑住 我们在这些发展过程里面 把这些数位治理数位工具的创意 能够想出来的时候 我们也觉得说 我们这个是可以贡献到我们其他几个城市的 换句话说 我们在这交流平台上面 每一个城市在某一个项目上面 如果有一个创意 我觉得这个平台马上可以把这个创意的效果 乘以四 放大四倍 另外一方面 过去的经验 如果说可以彼此接近的 马上可以透过这平台扩散出去 新北市长侯友宜则提出 包括环状线 金融捷运及桃云捷运局线等跨线市捷运案 强调新北市将负起责任 让北台四线市民众都能享有 快速便捷的交通服务 我们跟台北市一直合作的 半大综合线 新北的士林线 我们目前都把南环北环 陆陆续续的开工 这个组合的路往 未来还有民生系组线 我们跟台北市的合作 我们预计到三月级 就会把中规报出去 不但是这个样子 我也看到基隆捷运 我们跟谢市长 跟台北市 大家一起合作 基隆捷运行政院 多次跟我们三个市长接触 那接触以后 新北市会承担起责任 不但承担起责任 会在先期的规划设计当中 慢慢的陆续的展开 希望基隆捷运 我们能够快速 大家一起合作 把它建立完成 不然这样子 我们跟台湾市 张市长 我们的三英线 拉到台湾达德这一段 在3月1号 交通部已经合定 要报到行政院 来同意 那新北市也会跟台湾合作 新北市会承担起 兴建的责任 另外针对近日 引起大众关切的虐童案 强调没有人是局外人的 台北市长 角安特别透过这项 四线市交流平台会议 提出儿童保护 七加一政策 我们包括新北桃园基隆 共同的支持 大家也会全力的 四线市共同来推动 七加一守护计划 包括我们共访机制 包括全日托儿童的守护 也就是增加房市的频率 那另一方面 我们对于出养后 出养前中期安置 由保姆收拖 保姆的各项要求标准 要比照这样家庭 另外也建立 优质保姆家长推荐平台 我想这些我们在七加一计划 大家共同努力 也会全力的来推动 这项强化修补社会安全网的政策 也获得基隆桃园及新北市 参事市长大力支持 由北市府提出的七加一方案 我们非常的认同 基隆市也有非常多的保姆 未来需要做优良的评鉴 必须要关怀这些保姆的身心状态 希望能够再让他们可以跟孩子 多更有爱心跟耐心 这也经过需要未来的一个训练 这些都是在我们今天的七加一方案里面的内容 那我们会按照今天的会议结论 积极落实 未来让孩子的照顾 我们会把它做得更好 在最近这个深坑里面的大火 污染 跨境的污染 还有这个虐头事件 这些突发事件 我想台北跟新北在里面都学到非常宝贵的经验 这宝贵的经验也透过这个平台 扩散出来 让我们能够未与筹谋 我想这个 不管这些事件已经过去了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是从里面学到宝贵的经验 让将来如果再有突发事件的时候 我们可以有非常万全的准备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交流平台 我们也非常珍惜这些经验 台北市已经明了一个七加一守护计划 我们大家全力及北北桃 共同的支持 那其中有关三方共法机制 强化我们的社工的仿视 以及危险的辨识能力 这个非常的重要 那这样的一个合作的经验 我相信 我们会跟中央做好公文 充分的沟通跟讨论 尤其在服务面跟法制面 能够把有所不足的地方 把它做得更完备 这是我们执行的一个态度 世卫市长也期盼 从基北北桃市县市开始做起 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并与中央一起携手合作 不让这样的悲剧憾事再度发生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针对谢国聊面临罢免事件 除了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受访回应 法律问题不要政治解决外 台北市长蒋万安 跟桃园市长张善震 也都提出他们的看法 带您一起来关心 针对谢国聊面临罢免的看法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受访回应 法律问题不要政治解决 有产权争议就由法律去解决 如果这件事情要去搞罢免 不具正当性 而除了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表态认为罢免谢国聊这件事情 不具正当性之外 台北市长蒋万安 跟桃园市长张善震 也都提出他们的看法 我觉得就事论事 其实任何事实把它厘清 不需要做过多的政治操作 我觉得法律的事情 法律的问题让法律去解决 不要犯政治化 这个发起罢免 的确是浪费资源 这个我们充分的同意 我们现阶段有很多市政的工作 正在推动当中 那我们一定会诚恳的 努力的来把我们的市政工作 一定要来把它做好 面临罢免案 基隆市长谢国良强调 专心市政工作 让市民看得到而且有感 这就是市长的工作 记者张启腾黄日生 陈淑平基隆报道 基隆市运动爱台湾 台湾今年首场健走活动 在暖暖区登场 现场吸引了千位民众 热情参加健走与摸彩 市长谢国良亲自敲锣 由市府和体育会 共同举办的 基隆市运动爱台湾活动 首场的健走在暖暖区登场 共吸引超过千位民众 福老西幼来运动健走 带谁来健走 就想带家人一起来健走 参加这个活动 然后就可以到处走 可以走走 有一身体健康 活动现场贵宾云集 包括体育会理事长郑锦舟 议长秘书杨文和 暖暖区市议员李敏勋 和陈冠宇 及暖暖区长陈如东 都到场参加 市长谢国良 鼓励民众多运动 也表示将陆续恢复体育班的开设 让喜欢运动的孩子都能适性发展 第一场的健走活动 就在我们暖暖区好山好水的地方举行 这里市长一向都长期推动体育不遗余力 而我也跟大家报告好消息 就是未来我们基隆将陆续恢复办理体育班的开设 不会仅限于一定要足够的学生才办 因为因应少子化的政策 所以未来我们会让孩子有体育班的环境 大人有好的运动环境 这样大家才可以健健康康享受好的生活 我们基隆是唯一个限制唯一每一场办理就有办身心张画 包括我们这些自闭症 而且我们的这个蛮人好朋友 大家出来健走 而且我们都有志工一系列来陪伴他们走 每一场都有 表示我们市长对我们弱势团理的照顾要务 所以我们要给市长加油一下 谢谢 当然很高兴今天这个健走活动 是希望我们所有的乡亲里民出来运动 有走就有动 有动就活得快乐 再来我们下个礼拜 有东餐期在协会电场第二场 然后在3月30号 第三场是在我们的信仪期 从成功国中走到 我们的228纪念碑海门县 那边是第三场 2 1 出发 超过千位的民众来参加健走 过程中许多民众也当面跟市长谢果良来加油打气 因为为了守护东岸产权 谢果良因此面临罢免的风波 台上台下不断高喊加油 替市长鼓励打气 议员林敏勋也在团体合照时为市长加油 我们请谢市长 我们提名 好 市长 加油 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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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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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市长大家还要加油 来 谢市长 加油 加油 六四二位主任务在不在 在 这场暖暖区健走活动天公作美 来自各地的民众扶老西幼 踏着轻快的脚步 享受沿途风景 也感受到多运动让身体更健康 记者陈淑萍 基隆报道 基隆此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 及祭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慈云寺的财神殿 奉有五路财神 三清道祖与福德正神等 求财不应的相克相当多 每到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众 来到慈云寺 直角求发财归 以祈求能够财源广进 慈云寺也提供了财神灯 供心众怨仰 到了慈云寺 可千万别忘得到财神殿参拜哦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伊甸基金会金融区 在金融市办理相关服务 已经满25周年 议长童子伟受邀参加庆祝活动时 肯定伊甸这25年来的经营更云 及照顾身心障碍朋友们的付出 在生日快乐歌声中 伊甸基金会金融区举办 爱同仲来一日市集活动 翻顾25周年庆 让不同时期参加伊甸基隆区工作的朋友们 一起回来感恩回顾 特别是从1999年 伊甸基隆区受到基隆市政府社会处委托经营 基隆市身心障碍福利服务中心开始 采购超过上千万元的设备 提供全日型住宿式的照顾 早期疗愈 庇护工厂 庇护商店和职业训练等等 我们从1999年开始做早疗服务 那逐步扩展到所有这个生长者 他们所需要的服务 成员或者是就业 或者是那个拼付型就业这些 后来开始做社区的服务 那当然是有很多社区 其他的这些组织跟我们一起合作 那今天是25周年 这个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 非常值得庆祝 我们一方面是庆祝其实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向大家 致向我们最诚挚的协议 是基隆市政府给伊甸基金会 这样子的机会 也不只是财务的资助 跟各方面行政的协助 那还有就是社区 甚至包括医院 这些对我们的这个协助 让我们能够共同一起来照顾 这个地方需要的民众 包括基隆市议会议长 童子伟市议员施伟正 基隆市长谢国良秘书张瀚哲 东信里长赖琪等人 都一起受邀参加庆祝活动 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 特别肯定伊甸这25年来的经营耕耘 更感谢这25年来 奏顾身心障碍朋友们的付出 我们基隆市 它是一个在卫星城市 也就是在双北市旁边的一个卫星城市 也就是我们在经济发展 跟双北都会有一定的落差 所以刚刚区长说 我们在这边经营的很辛苦 那也非常谢谢伊甸基金会 投入了25年在这里 25年前我还读小学 结果大家就已经 伊甸基金会就已经投身基隆 来为服务 我们非常需要各种机构 不管是身心障碍 还是全灵照顾 因为尤其我们这种市 即将迈入超高粮的一个社会 大概马上迈入25% 所以我们非常需要更多的机构 或者是业者 或者是像我们伊甸基金会 这样子的一个公益团体 投身在基隆 来帮我们社会的各个阶层 跟角落 来为我们打造一个 更完整的社会安全望 所以一个城市 如果要发展的健全 除了经济发展 城市转型 我们的环境打造 营造 然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外 我们就是会非常重视 我们的社会服务 也就是我们在这个城市生活里面 总会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 我们能不能把 我们的老人照顾好 小孩这两天新闻很多 小孩照顾好 我们身心障碍的朋友照顾好 还是我们每一个阶层 在被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们的政府 有这个能力可以伸出援手 来照顾我们城市的每一个家庭 我想说我们金融市议会 全体议员 大家非常重视的一个课题跟议题 同志委进一步表示 迈入超高龄化社会的基隆 非常需要各种机构协助 包括像伊甸基金会这样的各公益团体 已经在基隆各角落 耕耘25个年头 协助打造完整的社会安全网 让城市能够健全发展 而市政府则是要有能力 把长辈 幼童以及身杖人士 妥善照顾好 这也是基隆市议会 非常重视的议题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你会选购一级能效的家电 但你的节电等级却只有五级 现在开始改变你的用电习惯 冰箱只需八分满 滤网定期两周轻 冷气设定26至28度 晚转时间 进化一级节电玩家 关掉冷气 随手关灯 白天到黑夜 节电不停歇 节电 从我改变 星期一 多多运动走楼梯 星期二 随手关灯药灌彻 星期三 衣物日晒自栏杆 星期四 定期保养勤擦拭